30瓶新居中收纳技能完备的玄关 惬意的料理空间与宽敞厅区 实践年轻的科技野屋就梦想的担任生活 在今天的节目将教大家三个重点 打造年轻科技新贵的休闲住宅 我们会先介绍如何规划玄关 将哪种收纳机能整合于系统会中 接着介绍餐厨与客厅的规划 创造超越屏数的机能设计 最后解析设计师如何将衣柜藏于无形 营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 玄关鞋柜结合穿鞋以技能 可收纳还可以掉逛衣物 让屋主回家后能够从容地将外套包包放置好 并坐下来好好穿拖鞋子 玄关鞋柜不落地的设计也能放置拖鞋和扫地机器人 L型延伸到电视墙 行速整体的收纳系统 厨房增式中斗吧台塑造惬意用餐氛围 下方还可收纳除电设备 同时也创造出双一次料理动线 创造与朋友相聚时的小天地 客厅电视主墙选择清水魔风格的零路斯曼特图料 搭配前幕电视柜 创造北欧休闲范围 沙发不靠墙 而是预留一个空间规划开放式书房 强化功力与机能 主卧将收纳集中在床位 设计推拉门衣柜节省空间 也能增加衣物收纳量 梦兰迪兰呼应床头墙与衣柜拉门 营造出静谧的私人修器空间 活用30瓶空间在各场域都指入屋主 期待的生活机能 母学顺利设计郭美贤总监 将穿鞋遗憾吊吊外套机能植入系统柜 增设中导整合餐熟机能并增加收纳 客厅用架高地板隔出书房区域 打造年轻科技也无种梦想的居家生活